如果你今天在鏡頭前面你撥給我 大家就會下面說 阿倫夫妻好體力又走了 那你現在是在講出來的 我是為了要體現你是奪為一個 現代 獨立自主的女性 好 我要給你 給你付 哇 欸你看你剛剛不是在鏡頭前面我就 大家自己有留你花角 弱一點這樣 哈囉大家好我是倩倩你的育兒好朋友 哈囉大家好我是大家的新隊友 倫夫妻aka家庭工具倫 這一集一樣不是要聊育兒 要來聊我們夫妻的 八週授身 過程跟成果 今天已經是我們的第六週 剛剛出門前你們在家裡量了一下 好我們現在六週結束了 然後來看看跟前兩週有什麼不一樣 上一集影片跟大家分享到 其實我中間有撞牆 八十七九在那邊飄滿久的 但是剛剛我出門的時候我已經七七字頭 六週七公斤 其實撞牆的時候我那時候有一點點 擔憂你知道嗎 然後完蛋了是不是就卡在這裡 但是因為我們營養室有說這是正常 因為你身體會反抗你瘦下來這件事情 後面呢營養室協調之下呢 我的菜單稍微略做一點改變 就我一天本來可以吃六份的糖類 後面把它降到四份 順利就突破這個撞牆期 一個禮拜大概一點多公斤 後果很好 而且我老實說 大家都說你變瘦 就是不會那麼整個不見跟脖子連在一起 之前是這樣 現在感覺比較有下巴 然後你的衣服變寬鬆了 最近有聽到人家說 我的那個減重計劃好像有效 一開始自己沒什麼感覺 因為我現在覺得我的肚子還是在啊 可是有一點就會覺得說 我的精神狀況其實好蠻多的 我覺得這個有差 就我的精神狀況 原本之前就是肥宅的那種感覺 不知道吃飽就 啊我好想睡覺 但我現在吃飽 其實精神都還蠻多 我也有這個感覺 會有倦怠感疲倦感 可是我現在也是覺得說不會 然後我要跟大家講我的部分 我在減重之前是64.2 然後我今天量體重是59.3 我可以說這五公斤就差0.1 就是五公斤了 而且我跟大家說 我已經三年多 沒有看過我五字頭的體重 從懷妹妹開始 對從懷妹妹就是後期開始 然後後來就沒瘦下來 就是一直都60幾 然後到生完星星又飆到七八十 然後現在又瘦下來 我超開心的耶 雖然說是59.3 我感覺自己在瘦 而且我必須要老實說 我是常常被尼尼亞斯定的人 就是因為我真的 因為真的太忙 然後我的 對然後還有就是作息太不正常 我有時候說真的又因為壓力 我真的會偷吃一點 如果大家就是會照著那個食譜走 然後很正正常常的 不會像我這樣子的話 那我覺得你們一定會瘦個 那這個聽話跟不聽話 對你來說的差別是 就是我有沒有偷吃點飯 然後說真的我也會吃蛋糕 就很想吃 女生就是香香甜點 而且我跟你講人過生日 我就會想讓她吃吃她的蛋糕 那我們今天呢 就來到新莊 有一家很好吃的火鍋店 叫做玉頂他 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們怎麼吃火鍋 平常我們外食都怎麼處理 大家有人會想說 你要營養控制 你都要自己煮 可是沒有我們大部分都外食 對我們都是外食 其實外食也可以符合我們的營養需求 我們今天點的是母親節大餐 對還在母親節 還在母親節 然後就是很豐富 其實就是有肉啊 有海鮮啊 然後有菜頭 有火鍋料 但是呢 等一下我們會邊吃邊跟大家說 怎麼選擇吃 是什麼才是吃價好 提到這邊可以看到一碗飯 但是這個飯不是我的 李欣欣的 剛剛已經吃了 挖了一小角去 我是可以吃飯 但是我現在已經很習慣 不吃這個東西 我一天現在的分量可以吃四份 大概就是我一天就是吃這樣 所以 所以可以分兩餐 對我分兩餐 就是一餐吃半碗是OK的 但因為我個人非常愛吃肉 我覺得這個有點像是順勢而為 這個營養式的建議非常好 要我多吃肉 然後少吃飯 我就用肉來補這一塊 那我的部分呢 三天是低醣 可以吃一點點墊 三天是就是完全不吃 但是其實我到後來 我好像也不一定要吃 就是我好像盡量可以 不吃澱粉的那一餐 沒有特別享受我就不要吃 那進食呢 其實有一個很關鍵的順序 上一集有人要提到 我們這次的食器來演練一下 我們呢 最好都從蛋白質類開始吃 蛋豆與肉類 但是如果在你吃飯之前 你是有湯湯水水的 那它的優先就會在更前面 喝完這個茶之後 就可以從肉類開始吃 我已經忍不住先夾了 可是其實坦白說啦 就是我們個人的習慣 真的很難說 你全部肉吃完再來吃菜 因為我個人是屬於那種 就是好吃的我會留在後面 那我就只是盡量去分配說 前面多吃一點肉 然後還是會留一兩片最後吃 當作一個完美的Ending 這時候想要吃澱粉 就是也是最後再吃 對澱粉就是最後最後的最後 可是其實像如果我們造的這樣子吃 就是我肉吃完 然後我再吃這些蔬菜類 我到後面就飽了 我太會想吃 我太會想吃 然後它是點原味的 我是點麻辣鍋湯 所以其實是可以點不同口味 不會說什麼 你只能點原味的這樣 嗯 對沒錯 我發覺我以前吃每一餐的時候 我就覺得是硬不了事 就是進食時間到該吃 可是我現在每一餐 我會特別去享受那些食物 真的假的 我真的會 欸 它這個改變很大欸 我覺得以前吃就是隨便亂走 可是你現在吃大部分是吃原型食物 更能夠去 吃到食物的美味 對 我現在不是為了吃飽 吃東西味道是一種享受 然後同時我又可以覺得吃得很健康 又可以變瘦這樣 我總覺得人生很會變好 開始懂得去享受 以前其實你也會吃一些好吃的 可是多半碼說 對 它就是為了吃飽 跟大家分享一下 騫騫吃的這個是牛小排 牛小排要對油脂豐富嗎 那其實這個就是好的油脂 那什麼叫不好油脂 有些餐廳它其實炒菜 它會一直重複豬油 自助餐啊 便宜一點的劣質油 對 那如果你今天是去自助餐 如果它看起來很油 其實你就可能要稍微過一下那個油 不是說不能吃油 不是說不能吃油 不要吃不好的油 吃好的油 肉上面的油是ok的 所以五花肉那種很油 三層肉很油 可是那個油都是好的 所以要吃 八爪 剛剛那個身體年齡啊 你才幾歲 不會28吧 還沒沒那麼誇張 31 31比你現在年輕 對 我上一次好像就剛好 屬於我現在的年紀是3 36 心裡是不是開心的 欸 雖然有時候覺得它可能是騙我的 但感覺上 因為我自己是有覺得比較輕盈 你從40幾歲變成31 真的我一開始是40幾 天啊 那要說菜盤要怎麼挑 像菜我們一定會吃 可是像那種就是加工的 煮血糕啦 我就不會吃 豆皮這種炸的 這個我也不會吃 算是都配得很比較健康的 我覺得這樣比較好 我們剛剛講過外食 火鍋是一個很好入門的一個選擇 菜跟肉其實分得很清楚 那你就是不餐不要點 台灣火鍋店非常多 我覺得到處都吃得到 大家可以就從這邊開始 像上一集就有跟大家分享 炸雞這一塊 然後就皮不要吃 然後多吃一些蔬菜 將將 蝦子好了 海鮮 它也是非常好的蛋白質來源 在火鍋店其實蠻常就會 海陸這樣子 對 我其實海鮮跟肉都有點 我覺得這樣吃起來就是 你會覺得說比較豐富一點 不會說我都一直在吃肉 不過也是因為我們是兩個人啦 就是兩個大人 所以我們會一個人點海鮮 一個人點肉 我自己在外面偷吃 也就是點一個小海鹿這樣 因為你飯其實不吃之後 他們給你的海鹿飯量 其實就差不多 你知道嗎 好 好奇想知道就是 你們家平常吃蝦是誰在剝 像我們家就是各播各的 各播各你還敢講出來 我好像沒有幫你播過 欸有啦 曾經 如果你今天在鏡頭前面你播給我 大家就會下面說 啊 人家好體貼喔什麼的 那你現在直接講出來 我是為了要體現你是多麼一個 現代獨立自主的女性好不好 什麼都可以自己來這樣 其實我平常就在剝蝦 但是你都剝給小孩 對 我不是剝給仙姦 因為我們家有三張嘴巴 好燙喔 好 要給你 給你吃 哇 欸你看你這樣不是在鏡頭前面 我就 大家記得留意花蝦 落一節這樣子嗎 欸你現在有心機欸 平常都各播各了 好啦 承認他平常都播 我剝蝦給他 其實我們日常生活中 平常你真的想吃菜 不太好買 那你要買新鮮的啊 我想買那種lanky 有 主要要切 然後又要洗鍋子 後來的方法 就我就在吃生菜 說公司啊 就找到有一家賣生菜 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它幫你洗好 一個透明盒裝很多菜 啊你可以選你要什麼菜 蘸一點點什麼和風醬啊 那千島醬是比較不建議的 蠻喜歡直接倒那個酪梨油 然後還有那個油醋 有開過很多 那個麻沙米克醋 我覺得超好吃 因為加那個醋就把生菜吃完 而且醋其實對身體是好的 然後最近呢 除了想讓自己健康一點 盡量去避免過多的外食以外 雖然我們還是蠻多外食 但我最近是比較常下廚一點點 好像有 稍微嚐下 因為我覺得 想讓家裡家人也跟你吃一樣 小孩也是吃一樣 坦白說屁把其實雖然很強壯 可是他以前太愛吃白飯 這樣子的喔 這種白飯喔 他吃兩碗 中班 但又吃原中班 因為我們自己接觸營養師 知道這個減重計畫 知道怎麼樣吃對身體比較好的時候 我現在也開始想要幫他調整他的飲食 就是我想要讓他多吃一些圓形的肉啊菜啊 因為小孩他還在發育 如果他真的太胖的話 他的骨骼會承受不了 反而會影響到他的骨骼的成長 就知道說 我們應該要幫他減少電腦 但如果說以前的話 我們是會不知道 就不知道怎麼辦 那你就會拉少吃 可是小孩又會餓 對 不會有人叫小孩少吃 我爸也太多了 但是如果你不給他吃夠多 他又會吃零食 那更不好 那我們就是肉多給他 我們買了生菜什麼的 我會跟他一起分享 我們家最近也很想要自己煎牛排 普遍的牛排啊 然後或者是說買一些什麼 親女雞 親女放冷凍可以放滿久的 我們就是吃這些 我這邊呢 我自己是在冰箱 如果有囤貨的雞腿排 然後我都是直接丟西大鍋就好了 有時候簡單吃 就這樣吃比較快 我覺得這個是蠻棒的 有一個很長期的影響 你會覺得我好像 我做這把刀沒有 它其實是可以影響一輩子 然後它也可以影響到家人 所以我真的覺得 我很慶幸我有抓你錢 因為我們兩個這樣一起 然後一起瘦下來 有一種就是 夫妻同心協力的感覺 其實我一開始還蠻不爽 我讓你自己想瘦你就瘦 因為我原先覺得說 減重或是調整你的這件事情 是會讓我不開心 這東西你都要去限制或什麼 可是其實我慢慢過來說 欸我發現我沒有被限制到什麼 是啊 我只是調整 因為我本來就要吃 那只是本來吃什麼 現在吃什麼的差別 而且現在吃更多的肉 因為我還蠻開心的 哈哈 嘿嘿嘿 現在剩下最後兩週 我的目標呢 距離現在 大概大概3.4公斤左右 我覺得我再努力一下 就是我還是想要朝這邊去 我其實受到這個 我知道我很開心的 然後我就希望可以看到這樣 就是往下往下這樣 回春少女這樣 真的 我最近在直播的時候 大家都說我臉筋 然後說我的大腿 還是妳換濾鏡 沒有喔 我跟你講直播是最殘酷的 根本沒有辦法裝我們濾鏡 我沒有就是直接任個電腦 這樣直接直播 手機還可以調濾鏡 我沒有 然後大家說我腿看起來 濾鴻 我已經開心死了 然後很多朋友看到我 就說 欸清清你真的有瘦 他們是說是整個感覺 就臉沒那麼圓 大家都好會說話 比我還會說話 還是妳換濾鏡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啦 下一次就是我們最後的 決勝負的時候 大家覺得倩倩會贏 瘦最多還是人不欠會瘦最多 我現在暫時領先一點點 大家下班下班 留言留言 對我們這樣子的減中計畫 是很感興趣的 但也喜歡我們平常這樣子的 婚姻啊 家庭啊 育兒各方面的分享 請記得一定要 按讚訂閱追蹤我們 也請追蹤我們的粉專 倩倩育兒生活好好玩 還有IGCHINCHIN99 那我們就下次決勝負見囉 掰掰 記得開小鈴鐺喔